欢迎收看4月22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志正 那今天是举国欢庆的开斋节 国家元首苏大阿杜拉·康利 也在国家王宫、社宴 与内阁成员及外交使节共庆开斋 首相安华和前首相伊斯曼·沙比利等人 也在各地与亲友籍选民欢聚 唯独另一名前首相纳吉如今独自在监狱庆节 他的女儿诺雅那也形容 今年的节庆显得毫无意义和闷闷不乐 今年的开斋节 首相官邸并没有如往年传统般举办开斋节开放门户 首相安华和夫人旺阿兹沙 副首相阿莫扎西 交通部长陆兆福等人齐聚在国家王宫 出席元首的开斋节午宴 其中前首相伊斯曼·沙比利也是座上嘉宾 多国使节与代表也受邀出席午宴 品尝国家王宫精心准备的各类美食 较早前 苏丹阿都拉陛下及元首后东顾阿兹沙 也在早上抵达国家清真寺 在首相安华陪同下 与其他穆斯林进行开斋节会礼 元首和首相的献身 也受到现场穆斯林的热烈欢迎 争相与他们合照 而在柔佛 苏丹伊布拉辛康利和柔佛王室成员 也一起共进早餐欢度佳节 柔佛王储东顾伊斯曼·康利 柔佛公主东顾阿米娜·康利 今天早上都带着小王子和小公主前来 让陛下和王后享受寒宜弄孙之乐 其乐融融 而配合开斋节 柔佛周五大臣温·哈菲兹 今天也在关底举办开斋节 门户开放 不少民众扶老邪又前来品尝美食佳肴 共请佳节 令人惊喜的是 苏丹伊布拉辛也亲自驾驶宝马驾坐 利临官邸 与大臣及民众共请佳节 另一方面 卫生部前部长凯里则在开斋节前夕 携家带卷组成乐团 弹唱开斋节歌曲 Salamatari Raya 献上开斋节祝福 只见凯里负责弹电吉他 夫人诺利则当被厮守 三名孩子也分别弹吉他和钢琴 并且共同演唱这首歌曲 洋溢着满满的欢乐气氛 前首相伊斯曼·沙比里则在昨天晚上 走访吉隆坡东姑阿都拉曼陆世级 购买开斋节用品 期间有许多人需钱与他合照 还有人高喊我爱你 他也希望世纪商贩都能获得更好的收入 以应付生活开销 相比起领袖们庆祝佳节的欢乐气氛 独自在监狱中的前首相纳吉 显得格外黯然神伤 他的女儿诺亚纳特别在面子书上 在视频缅怀与父亲相处的快乐时光 他也坦言想起父亲独自在狱中庆祝开斋节 就感到非常难过 随着深爱的父亲缺席 今年的开斋节显得毫无意义 竹筒饭是马来同胞欢庆开斋节的传统美食 但是马六甲日前却发生了顾客买到生竹筒饭的事件 那顾客返回小摊要求更换的时候 摊主竟然恼羞成怒 拿竹筒殴打他 意外演变成暴力事件 这起事件是在马六甲熊山一个竹筒饭摊位发生 从视频可见一名男子在一个摊位买到生的竹筒饭 发现后与妻子齐摩多回去更换 摊主在检查时男子边等边责问摊主 不料摊主被惹怒后直接使用竹筒殴打男子 男子被打后声称会到警局报案 让警方介入调查 视频随后在网络疯传 引起大批网民关注 网民一面倒支持顾客 甚至谴责贪主换一个熟的竹筒饭就好了 何必为此大动肝火呢 镜头转向霹雳以宝 一名印尼青年自发性拆除街上的非法借贷海报 引起网民热议 原来这名25岁的印尼青年维克拉姆奈杜 是基于不想他人重蹈覆辙借大耳聋才会这么做 他受访时指出 他曾经在新加坡工作时经济遇上困难 被迫向大耳聋贷款了2000令吉 最终加上高昂的利息 欠下了高达2万令吉的贷款 花了三年才成功还清贷款 他希望能有更多人响应这个举动 将以保各处的非法借贷海报全部移除 下来带您看一则商业资讯 随着政府解除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 许多人在庆祝开斋节的时候都燃放烟花助信 但是双溪大年市区却有人相信是以错误的方式来点燃 导致烟花盒升空后坠地火花似简而险些酿成意外 这起事故是在SP Uptown的其中一个入口处 也是著名的人民银行椰浆饭摊档旁发生 视频显示 有约三人正在安全岛点燃烟花 当时一盒烟花被点燃后 盒子被喷飞至约近四层楼高 而烟花在坠地后才四溅 安全岛四周停放了数十辆摩托 也有一些市民坐在摩托上 突发情况也让他们急忙用手遮掩脸部避免受伤 在距离现场不到20公尺的小贩摊档用餐的多名时刻 也被突如其来的火花下着落荒而逃 过程中显向还生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流传的一段视频可见 三名警察巡逻时发现四名乌翼男童在小巷燃放爆竹烟花 立即驱钱喝止他们 警察随后命令四名男童排排站 并举起右手承诺 以后再也不玩爆竹烟花了 其中一名年龄较小的男童更被吓得哭了起来 镜头转向槟城一名华裔青年冒险醉驾时竟然还自投罗网 直撞上东北线警局的围栏所幸无人伤亡 事发后司机由路人和警员浮出车外时 一度坐在地上无法站起来 这起车祸事故是在今天凌晨3点40分发生 警员到外检查时才发现其中一面警局围栏被司机撞毁了 警方的初步调查显示司机涉及酒后驾驶 一名青年月低族在新加坡打拼一年多 那原本身体硬朗的他上个月突然身体不适被送入家户病房 病情虽然一度好转却又急转而下 如今情况危急令家人忧心忡忡 这名来自霹雳仪堡的25岁青年蔡家骏到师城打拼一年多 在三月突然身体不适被送入当地的家户病房 医生诊断出他患有严重的肋鼻菊和菌血症 肋鼻菊是一种由肋鼻菊博克氏菌所引致的疾病 这种细菌广泛存在于土壤和泥水中 由于蔡家骏有家族糖尿病史 细菌感染也导致他患上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基于受到病菌感染 他的肾脏功能受损 只能每两天就洗肾 肺部功能也受影响 他的大姐蔡素欣受访时透露 弟弟住院几天后病情曾经好转 被转到普通病房休养 期间还可以自己吃饭 起身还能与家人交谈 但是转到新山医家医院治疗后的一个晚上 情况恶化又再次被送进家户病房 截至本月13号 他的医药费已经高达4万新元 或约13万2000令吉 为了应付不断增加的医药费 蔡素欣17号开始通过GIF.Asia开始筹款 希望善心民众可以慷慨解囊 协助筹集医药费 摘戒月期间 很多人都会到摘戒月市集购买美食 但是网传一个视频却令人大倒胃口 只见一名小贩摊主不知何故 往食物吐口水 让网友直呼好恶心 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 这起事件是于本月19号在纳敏斋戒月市集发生 画面可见 摊主在搅拌印度馅料煎饼食材的过程中 做出了疑似土口水的动作 不过摊主已经做出否认 并指他只是在检查食材内有没有蛋壳 对此 纳敏卫生局正收集事件的相关情报 纳敏警区主任阿末·贾威拉则发文告说 警方至今已经接获三宗相关投报 目前将援引通讯及多媒体法令展开调查 另一方面 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可见 一名网友日前在一家妈妈当用餐时 突然听见隔壁桌传来一阵骚动 画面显示 一群无意青年共点了四份炸鸡椰浆饭 其中两份椰浆饭的炸鸡竟然爬满蛆虫 据了解 其中一人差不多吃完时 才发现炸鸡内有虫 不禁发出惊叫 炸鸡内的蛆虫极多 而且体型肥大还不停在蠕动 画面相当恶心 网民也在贴文标注巴达林在野市政厅 希望当局能采取行动 国际消息 新冠肺炎新变异株Octurus 在全球多地传播 如今也正式在中国现宗 中国官方对此表示 本土病例中Octurus的感染个案 仍维持在极低的水平 为形成传播优势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在15号发布的疫情报告 自去年12月1号以来 中国共监测到328例本土重点关注变异株 其中136例为新发现 包括17例Octurus病例 这也是中国首次验出这类新的变异株 不过国家疾控局21号表示 中国Octurus病例仍维持极低水平 为形成传播优势 数据显示新冠病毒再次发生变异 人群终会慢慢出现二次感染 不过一般规模不大 另一方面 中国海军第8艘055型驱逐舰 咸阳舰正式亮相 换句话说 解放军首批8艘055型万吨大驱 已经全部到位 055型驱逐舰是中国研制建造的 第一型万吨级驱逐舰 装备有新型防空 反导 反舰 反潜武器等能力 另外台海局势近来成为欧洲政坛的焦点 欧洲议会最大党团人民党主席韦博表示 如果中国侵台 欧洲必须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制裁 他也认为 尽早让中方明白这一点 是阻止台海爆发冲突的最好方法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根据外泄的美国情资 中国正在打造精密的网络武器 以便在战争爆发时控制敌方的卫星 让这些卫星无法用于发送数据讯号 或执行监视任务 报道指出 根据美方的评估 中国之所以发展能够阻止 利用或劫持敌方卫星的能力 是为了达成能够掌控资讯这个目标的核心部分 另一方面 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返回中国后 获得香港大学聘请为名誉教授 根据港大金管学院声明 马云的名誉教授任期已经在4月1号开始 长达三年 马云在香港大学的工作将围绕在教育和企业创新领域 镜头转向苏丹 当地武装部队周五宣布 武装部队已经夺回位于首都喀吐木市中心的 陆军司令部的控制权 苏丹武装部队提供的一段视频显示 一些陆军士兵正在陆军司令部主楼前庆祝胜利 一名指挥官说武装部队已经将快速支援部队从司令部驱逐 并准备将他们从所有占领地点清除 配合开斋节 全国各地都在昨天晚上燃放璀璨烟火住信 其中在击打双西大年的地标大钟楼附近 夜空中也可以看到色彩缤纷的烟火 气氛十分热闹 希望在最后带你去欣赏漂亮的烟火 也祝您开斋节快乐 我是志正 祝您晚安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